大家好,我是阿玉 今天买了一点排骨 因为快要过年了嘛 来分享一个我们湖北这边 每到过年必吃的美食 这一点排骨花了52块钱 往里面加入一点面粉 两手抓一下 面粉可以吸附掉排骨表面的杂质 还有里面的血水 抓匀之后再用清水 再给它抓一下 这样里面的脏东西都抓到了面粉里面 这样洗出来会更加的干净 看一下 你看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浑浊 然后将它倒进菜楼里面 用流水给它冲洗干净 洗好之后 控水放一旁备用 然后再准备两节年藕 我们在挑选年藕的时候 一定要选这种表面有麻点 切口有白浆 并且颜色是这种淡淡的粉红色 这样的年藕吃起来才会粉落 然后我们将年藕的外皮给修掉 清洗干净去掉头尾 将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之后放进大碗里面 然后加入一勺的食盐 将它放拌均匀 给它腌制大概15分钟左右 这样腌一下 年藕才会更加的粉糯 再来捡备一点生姜 切成薄片 清洗干净的小葱 不用去根 直接将它打成结 锅里烧热 加入一点食用油 下入姜片 下入排骨 开大火 给它翻炒一下 排骨用油炒一下 这样等一下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香 炒至微微变色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点料酒 再接着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来的油水将它打掉 这样不仅可以去腻 还可以去腥 然后再加入开水 水要一次加足 锅里起了浮沫 然后给它打掉 盖上盖子 煮大概20分钟左右 准备一口砂锅 放上葱结 倒进莲藕 锅里已经煮了差不多20分钟 然后直接将它倒进砂锅里面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水开之后 调中小火 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煮了半个小时的时候 往里面加入一把红枣 然后盖上 接着煮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将里面的葱结给调掉 然后再调上食盐 没有其他的调料 只加了食盐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营养又美味的莲藕排骨汤 就做好啦 撒上一点葱花 增加香味 这样煮好的莲藕 非常非常的粉糯 看一下 还带拉丝的效果 咬一口 入口即化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湖北这边 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会煮上一锅 莲藕排骨汤 家人也非常的喜欢 而且非常的有营养 炒过的排骨 更加的香 然后它的肉质 一点都不柴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嫩 关键是这个汤 真的是太好喝了 鲜而不腻 如果你手头 刚好有排骨和棉藕 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 转发 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